与其说都督王朝是一部显赫王朝的新衰史 不如说是一个偏执狂和杀妻狂的罗曼史 杀妻狂魔亨利八世在上一季里当众处决了第二任妻子安妮伯林 并在他去世后的第十天 与第三任妻子珍希魔成婚 而在本季中亨利的第四任妻子安妮 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德华都将陆续出现 故事一开始是亨利与珍希魔的大婚现场 而此时距离安妮伯林被砍头 只过去了短短十天 两人在神父和众人的见证下完成了婚礼仪式 接下来的舞会全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 新任舒密院议员的弗朗西斯爵士 看上了王后的侍女弥索登 上前事好却被拒绝了 因为她的风流名声在外广为流传 相较于众人开心轻松的心情 克伦威尔则是一脸担忧 由于凯瑟琳和安妮伯林被先后宣布婚姻无效 致使亨利现有的两位女儿 玛丽和伊丽莎白都变成了非婚子嗣 而失去了王位的继承权 为了政局稳定 克伦威尔希望珍希摩能尽快为亨利诞下孩子 而他旁边的秘书戏气担心的却是宗教改革进程 安妮伯林被杀后 他们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朋友和支持者 新继任的珍希摩又更天向于天主教 考虑到这些克伦威尔决定加快进程 于是打着国王旗号的专员们 开始在各地加大力度 将修道院洗劫一空后 还放火烧毁 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 逐渐引起了各地平民的不满 约克郡的平民聚在一起 向普顿郡公爵的律师阿克斯表达诉求 他们希望能重拾信仰重建修道院 让克莱默主教和克伦威尔下台 还有民众因为土地和钱财被夺走 提议通过战斗夺回这一切 集结武力进行谋反 事关重大 阿克斯先对他们进行了安抚 而此时王宫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浑然不知 亨利和珍希摩大婚后 珍希摩的家人也跟着受到了风赏 他哥哥爱德华被封泽西总督威尔什大臣 之后亨利又带罗马使者来拜见珍希摩 并故意离开实际在后面偷听 使者希望珍希摩能帮助玛丽与亨利和好 珍希摩表示她会尽自己所能 帮助玛丽和亨利重修就好 而珍希摩之所以答应 很大原因归咎于她的善良 而她的善良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 得知安妮伯林的嫂子捡的遭遇后 她特意将捡兆进攻成了她的首席侍女 另一边亨利得知女儿玛丽想跟她和好后 她派弗朗西斯给玛丽带去她的和解要求 承认她是教会的首脑 承认她和她母亲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承认她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还要和罗马帝国断绝关系 玛丽本不想签这份文件 但罗马使者来劝她 若她不签字 亨利可能会置她于死地 而现在罗马皇帝正在寻求与英格兰建立新的结盟 恐怕也不会出面保她 无奈之下玛丽在文件上签了字 等玛丽签好的文件被送回后 亨利有些惊喜让克伦维尔安排他们见面 克伦维尔应下后 又汇报了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的事 她的监护人布莱恩夫人来信表示她长大了 但现在没有合身的衣服 希望亨利能给些钱 亨利以她可能不是自己的孩子为由拒绝了 得知这两件事的珍惜魔 将自己的首饰交给简 让她转交给布莱恩夫人 为伊丽莎白添置些衣物 随后又挑起给玛丽的礼物 她叮嘱减低调形势不要被人发现 很快亨利带着珍惜魔来看望玛丽 经过这一系列事 两人的关系疏远了不少 玛丽对她的称呼也由父亲变成了陛下 匆匆聊了几句后 亨利就转身离开了 回去后珍惜魔不断夸奖玛丽 希望将她接回宫来 被这句话刺痛得珍惜魔 没有再说什么 另一边弗朗西斯对米索登并没有放弃 将她叫到房间后 开门见山地表示希望她做自己的情愿 米索登开口以自己即将成婚为由拒绝 得知对方身份后 弗朗西斯直接拿出准备的贵重礼物 问她买得起这种礼物吗 看着手中的珠宝米索登同意了她的提议 第二天因为克伦威尔对宗教改革的努力 使国库资产增加了两倍 亨利为她准备了封赏仪式 升她为掌喜大臣 然而她还没高兴多久 约克郡发生暴动的消息就传入了宫廷 而且短短几天各地叛军越聚越多以达上千人 亨利听完大怒因为克伦威尔之前向她汇报的 都是反对者很少 多数民众乐意修道院解散 鉴于现在这种局面 亨利一面派布兰登带兵前去镇压 一面颁布了赦免令 很快林肯郡的叛乱者就解散回家了 但约克郡的暴动却仍在继续 他们一路行进很快就到达了庞帝弗拉克城堡 负责守城的达西公爵看着城外的景象 同为英国人和基督教徒 他决定跟叛军首领阿斯克谈谈 见面后阿斯克坦言他们此举 是为了维护信仰 也是为了维护国王不受小人蒙蔽 希望能停止对修道院和教堂的破坏 并驱逐异教徒 还表示他带领的所有人 只求庇护场所和畅行无阻 不会肆意杀戮 但若遭到阻止他们也将奋战致死 达西公爵听完不仅下令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城 还加入了他们 亨利得知作为南方门户的庞帝弗拉克城堡被叛军占领 当场大怒扬言要御驾轻征 情绪激动导致腿伤复发 医生多次治疗都没见成效 亨利决定不再信他们自己配置治疗草药 这天是女米索登来为亨利上药 他的漂亮和胆量让亨利有些欣赏 再加上他的主动投怀送抱 成功留宿成了亨利的情人 而此时战场上 叛军不但在人数上有压倒性优势 而且因为信仰 自己部队的人也不能完全信任 负责作战的布兰登意识到 只要开战他们必败无疑 权衡之下他写信给亨利提议与叛军谈判 得到亨利同意后布兰登来与叛军首领见面 对于他们提的要求 布兰登表示自己无权决定 不久后约翰带着另一位叛军首领 一同来的王公 亨利指责了他们借口维护信仰发动叛乱 致使田地荒废全无收成 一通指责之后 亨利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卸甲返乡 他将赦免他们的罪过 到时他会派布兰登公爵亲自前往主持和谈 事后布兰登还将一封亨利的手书交给他们以示诚意 很快约翰两人就带着手书返回了约克郡 而布兰登也紧随其后 何谈会议上布兰登向他们传达了亨利的意思 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 组建一个公平的特别主教会议 在不用顾忌或罪或触怒陛下的情况下 用来共同商讨一交 皇室的至高地位 以及维护信仰等问题 至于之后的所有问题 包括惩罚主教克朗默大臣克伦维尔 重修修道院等事 布兰登表示这些都会在之后的特别会议上解决 得到许诺后阿斯克就地解散了叛军 随后亨利写信邀请叛军首领阿斯克进攻过圣诞节 尽管其他首领一致反对 但基于对国王的尊重和信任 阿斯克还是决定前往 与此同时教皇得知英格兰发生了叛乱 自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派红一主教冯瓦德 去意大利刚多佛城堡 向亨利的表亲普尔传达自己的旨意 封他为红一主教任命他为教皇使节 前往各国游说 让他们为叛军提供资金武器和佣兵 以支持英格兰圣战 而普尔第一站来的就是罗马帝国 他向使者传达了教皇意思和现在的时局 普尔表示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因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王位的继承人玛丽女士 此时就在亨利左右 原来上次宴会征得亨利同意的珍西魔 将玛丽接回了宫里 但亨利不相信玛丽像表面那样单纯 便派弗朗西斯过去试探 试探无果后 弗朗西斯静止来了情人弥索登身边 却被告知他现在是亨利的人 晚上休息时 珍西魔和亨利谈起自己对叛军的看法 亨利提醒他不要干涉内政 还提起上任皇后安妮柏林的下场 随后表示相较于安妮柏林和凯瑟林 他最爱的是他希望他不要搞砸 转眼到了圣诞节当天 亨利在教堂举行了盛大的活动 晚宴上在珍西魔和玛丽安排下 伊丽莎白被接回了宫 看着面前的小女儿 亨利亲切地招呼他坐在自己身边 这是阿斯克上前觐见 亨利带着他去了后殿 表示读了阿斯克的陈述后 他相信叛军们有他们的正当理由 自己也会履行布兰登公爵承诺的所有事情 不仅宽恕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还会在约克郡自由选举组建一个议会 这一番话下来 阿斯克对亨利感恩戴德发誓效忠 然而他刚回去亨利就悲信弃 让布兰登带兵去镇压他们 还要求他们重新宣誓效忠 布兰登无奈只能领兵前往 趁叛军不被对其镇压 连同阿斯克达西和查理等人 布兰登一共抓捕了74个有罪之人 然而刚回伦敦 克伦维尔就来找布兰登 表示亨利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 称有4万人参与叛乱 现在仅仅抓了74个人 布兰登表示这些都是叛军首领 和策反民众的人 甚至怀疑他没有权力围剿叛军 是因为他内心始终没有放弃天主教 为了让他证明自己的忠诚 亨利下令让他去剿灭更多的叛军 回去后布兰登一言不发 妻子过来安慰他 他将事情一五一事说了出来 妻子劝他一定还有别的选择 布兰登还是决定按亨利的意思去做 而地牢里克伦维尔对他们反叛的理由并不相信 他不认为教堂和修道院 值得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反叛 他从方方面面关怀着那里的民众 给人们提供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庇护 而达西告诉克伦维尔 真正造成这场叛乱的 不是他们而是他克伦维尔 他才是这场动荡的罪魁祸首 他还表示克伦维尔现在大可 砍下所有叛军的头颅 他走后亨利也来找阿斯克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 知道阿斯克对那些传教士们充满了仁爱之心 但那些传教士却并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 过着贫困且贞洁的生活 实际上他们据脸钱财置身于法律之外 他们父比君王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人和他们所在的修道院 不配被称为虔诚的宗教人士 所以最终阿斯克被绞死在约克的地牢之上 其他叛军也全部被处死 叛军的是告一段落 亨利又开始了他的欢乐生活 他跟米索登的私情也越来越明目张胆 为了更好地欣赏米索登 他命化是赫尔拜为他画一幅裸体像 而这些事情很快就传到了王后珍惜摩尔中 他不仅没有歇斯底里的动怒 反而还安慰一旁为他难过的姐 这个大好的理由就是他怀孕了 第二天吃饭时他将消息告诉了亨利 亨利兴奋地起身到他身边确认 冥冥之中亨利坚信这孩子一定是南海 于是回去后就叫来克伦威尔 让他仿造面前威尼斯总督观船的模型 造一艘疑点船 等王后顺利诞下孩子后 就为他在这艘船上举行加冕一事 恭维完亨利的这一决定后 克伦威尔开始汇报近日的事 一件事破而写了一封文章 出演指责亨利是异教徒和通奸者 且在各国流传甚广 不仅如此他还被任命为红衣主教 以教皇使节的身份游说各国 试图挑唆其他国家帮助叛军重启 对于这个自己出钱资助他生活上学的表情 克伦威尔走后亨利就来找真希摩 他施发抬谋的瞬间 亨利眼底的爱意满的都要溢出来 晚上的晚宴众人一同恭贺真希摩有孕 亨利也趁机将弗朗西斯叫来 让他去法国将普尔除掉或者带回来 于是第二天弗朗西斯就启程赶往了法国 刚到法国法国大使就表示 国王已经将普尔驱逐 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意大利的卡赛塔了 于是弗朗西斯带着托马斯西摩前往卡赛塔 两人刚到正寻欢坐落时 卡赛塔的士兵就来查看证件 弗朗西斯将证件拿出来后 表示自己要知道普尔的下落 弗朗西斯一个眼神暗示 托马斯就将门上了锁 还将身边的士兵拿下了 这人也被弗朗西斯拿刀抵住了脖子 没有过多争执 他们就将普尔的下落说了出来 可他们感到刺杀他时 普尔却提前从窗户逃走了 两人只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 奉命去约克郡屠杀反叛者的布兰登也出发了 一轮又一轮的屠杀 山坡上到处都是各种死状的尸体 又一次围剿反叛者 布兰登宣读他们的死刑时 看着人群中与他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 他一时有些不忍心 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吊死在了山坡上 尽管每次屠杀后布兰登都会向上帝忏悔 但却始终无法消除他心里的罪恶 以至回伦敦很久后 他陪儿子钓鱼时 那些被他处死的人还会出现在他眼前 回去后他日日忏悔 劝自己只是听令于国王是身不由己 但负罪感却一直挥散不去 一天妻子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但他却并不打算生下来 而王宫里珍希摩也即将临盆 亨利几乎日日陪在他身边 即使召见罗马使臣商量玛丽的婚事 珍希摩也被允许在场 经双方商议玛丽被许配给了葡萄牙皇储唐路易斯 也是罗马王后伊莎贝拉的弟弟 很快珍希摩就到分娩的时候 玛丽一直在他身边祈祷 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 珍希摩终于生下了一位男孩 亨利抱着孩子来看珍希摩 为他取名爱德华都夺 也是后来继承皇位的爱德华六世 随后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受洗仪式 晚上回到住处的玛丽和妹妹伊丽莎白 都为弟弟的降生感到高兴 这时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 王后珍希摩病情不断加重 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亨利赶来跪在她的床边 真诚地向上帝祈祷 上帝最终还是带走了珍希摩 1537年珍希摩因为产入热 崩逝于汉浦洞宫 之后他被葬于温莎堡的圣桥治理拜堂 珍希摩是亨利八十六个妻子中 唯一一个以王后治理入葬的王后 珍希摩死后亨利悲痛欲绝 整日沉浸在伤痛中闭门不出 只允许有疯子之称的威尔萨门斯陪着他 还不停地画各种城堡的设计图 想见一座想象中的宫殿 和珍希摩一起住在里面 这可能坏了克伦维尔和秘书利奇 上一批重修和扩建的款项刚播出 又来了新的一批图纸 他表示及时解散修道院收入不菲 也没必要消耗在梦幻上吧 克伦维尔头疼地表示 这是亨利的命令不容商量 而让他头疼的还不止这一件事 因为叛军首领都被处死 也因为民众对宗教改革的不满 伦敦最近冒出许多激进分子 对宫廷的人连番出手 国会议员罗伯特帕金顿被枪杀在集市 爱德华西蒙的随从加文绝世 被刺死在宫里 他们甚至还光明正大的袭击了王公 将议会卫市长杀害 几番暴力事件下 克伦维尔已掌洗大臣的身份 召集众大臣开议会 但到场人都是身份显贵又居高位的人 对克伦维尔代替国王召开会议很是不服 认为他没资格这么做 布兰登更是直接讽刺他级别低微 于是会议还没开始到场的人都起身离开了 然而第二天他还没睡醒 威尔就来找他称亨利召见他 原来沉浸在自己世界多日的亨利 完全忘了等着他的子民 威尔在他消沉多日后 开口提醒他应该忘怀了 亨利听完仿佛被点醒般 让他去传召克伦维尔 他简短地听了报告后 对每件事都给了解决措施 处理完正是他召见了米索登 珍西摩去世后他的侍女团被解散 米索登决定回乡下和母亲同住 亨利留他多住一晚 于是晚上米索登就来了他房间 与他一起度过离开前的最后一晚 第二天弗朗西斯来向亨利汇报普尔的下谋 他如今逃到了意大利 在教皇的庇护范围内 对于普尔的背叛 亨利不打算原谅 亨利命他将消息递给普尔 若他不回来就会抓捕他的家人 消息很快就到了普尔手中 他不知如何是好 便来求助主教冯瓦德 他看完直接将信烧了 另一边王公里亨利召来 加迪娜主教 将自己撰写的新教义拿给他 让他以教会的名义提出 并颁布这些新教义 下次会议上 加迪娜主教将这些教义提了出来 新教义包括圣餐内容 圣餐仪式牧师和修女的真结 还有允许私人弥撒 对新教义持反对意见的 都将被视为异教徒 像对那些极端的路德教会成员一样 全部会被判处绞刑 最后亨利又加了一条 回去后 克伦威尔跟助理 立即说起这些新教义 他知道他们想将路德教 变成英格兰的正统宗教失败了 新教义的圣餐私人弥撒 这些全部是天主教的东西 他也意识到亨利内心深处 始终是真正的天主教徒 之所以提出宗教改革 只是不想让教皇 骑到他头上罢了 而亨利对他悼念真心魔期间 宫内发生的捧党之争 深恶痛绝 对克伦威尔的信任 也越来越少 于是任命布兰登为 书密院议长及总务大臣 在他不在期间 负责所有大小事务 宫事谈完就是朋友间的酗酒 亨利对生活也有些抱怨 爱妻离世 他的腿毒又发作了 时常疼痛男人 还经常夜不能没担心儿子的安全 另一边因为 破尔对消息的置之不理 亨利令弗朗西斯抓捕了破尔的家人 而破尔一家也真的有谋反意图 破尔之所以和亨利是远亲 是因为他们是金雀花王朝的血脉 1485年亨利八世的父亲 亨利七世加冕称王 结束了金雀花王朝 及其之戏的统治 开创了都督王朝 破尔一家对复辟始终抱着希望 所以在调查中 弗朗西斯等人 不仅截获了他写给罗马教皇 诋毁亨利统治的信 还在他家中搜出了金雀花王朝的旗帜 最终破尔家人全部被处死 这边珍西摩去世一年后 亨利开始挑选新的王后 为了巩固于法国的联盟 亨利有意迎娶一位法国新娘 克伦威尔推荐的两位人选 一位是法王的女儿玛利亚 另一位则是德基斯公爵的女儿朗格维尔女士 由于玛利亚年纪太小 亨利将目标放在了生有两个儿子的朗格维尔女士身上 法国使者拒绝了亨利这个想法后 为他推荐了朗格维尔女士的两个姐妹 路易斯和里内 见他如此不给面子 亨利召来克伦维尔和布兰登 商讨其他国家推选的人 罗马皇帝推选了他的外甥女克里斯蒂娜 他13岁嫁给米兰公爵 然而公爵一年后就去世了 他立马就让克伦维尔派使者过去深入了解 克伦维尔出来后找到约翰爵士 让他去了解米兰公爵夫人的情况 再顺便前往德国克里维斯公国 调查公爵的两个姐妹艾尼利亚和安妮 因为克里维斯公国信奉路德教 所以克伦维尔迫切地想促成两国联姻 不久后克伦维尔就带着约翰爵士的信 来找亨利汇报情况 信中对米兰公爵夫人赞赏有加 无论是从长相性格还是出身 接着又提起了克里维斯公国的安妮 见安妮根本不在亨利的考虑范围内 克伦维尔直言克里维斯公国是新教同盟国之一 其发展势力在欧洲也不容小觑 若能够跟他们联姻 英国便不用再看法国和罗马帝国的脸色 还立马拍画师赫尔拜前去画像 然而米兰公爵夫人却不愿意 她听闻亨利相继死了三位王后 她的曾旧母凯瑟琳王后是被毒害的 第二位安妮柏林被无辜处死 第三位应缺少照料产后急死 约翰本想为亨利解释几句 公爵夫人却直截了当地表示 她不会改变心意 亨利这边看到画像 正高兴使腿伤突然加重 布兰登将她扶上床后 忙让人去请医生 伤口肿胀溃烂无法排除 导致亨利高烧不断 无奈之下布兰登同意了克伦维尔的提议 为亨利做开刀手术 由于亨利生病期间谣言四起 甚至有人传她已经去世了 为了打破这些谣言 亨利病情一好转 就抱着儿子爱德华出现在公众面前 很快罗马那边就以米兰公爵夫人 是凯瑟琳王后的近亲 存在殷亲关系 唯由拒绝了联姻 现在面前的合适人选 就剩克里维斯公国的安妮了 然而两位使者到达克里维斯后 却并没有见到安妮的真容 至于画像公爵又借口画师病了 于是亨利直接派赫尔拜前往 赫尔拜临走前 克伦维尔叮嘱她 而另一边主教来向亨利禀报 抓捕了一位公然步道 不遵守新教义的人 这人名叫兰伯特 与克伦维尔关系很好 他们曾一起在剑桥接受教育 克伦维尔得知后 撤回了对他的指控 随后亨利叫来克伦维尔 开门见山地提起这件事 询问起克伦维尔的信仰 他表示他信仰亨利的信仰 克伦维尔回去后 莱地劳劝好友兰伯特 让他口头上答应 先活下来才能为路德教做贡献 最终兰伯特选择了一身训绕 克伦维尔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友被烧死 罗马教堂内 得到家人遇难的消息后 普尔悲痛不已 冯瓦德主教来表示 教皇已经收服罗马帝国和法国联盟 共同出兵英格兰 派普尔去往法国和荷兰协助他们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英格兰 一起来的还有安妮的画像 看着画像上的女子如此惹人喜爱 再加上英格兰急需外部势力的支持 亨利想尽快与安妮订婚 但公爵却提起安妮许配给了洛林公爵之子 想借机讨价还价 消息传回后 亨利很快就给了回话 不要嫁妆甚至还愿意令支付一笔钱 公爵当场表示 经过近期考证 安妮和洛林公爵儿子的婚姻 并没有得到准许 因此不受法律和其他形式的约束 很快公主就踏上了前往英格兰的船 王宫内罗马使者来见亨利 表示罗马与法国结盟 只是因为罗马叫停的原因 但不会真的攻打英格兰 毕竟相较于英格兰而言 罗马帝国畏惧的是虎视眈眈的土耳其人 军事危机解除后 亨利一门心思地等着他的王后到来 在安妮等待进宫时 亨利按捺不住策马飞奔去见他 结果却大失所望 勉强想挤出微笑 却实在笑不出来 只好在礼节庆的问候后 转身逃逝地回了宫 他开始感慨自己作为君王 婚姻比平民的还悲惨 平民还能自由选择 他却只能照单全收 他让大臣们想办法他要解除婚约 但大家都表示没有办法 若这样退婚 法国不仅会得罪德国 还可能遭到威廉公爵本人的报复 如今孤立无援的局面 亨利为了国家利益 只好极不情愿地娶了安妮 晚上洞房花烛夜时 两人也什么都没发生 克伦威尔得知后 来劝安妮想办法留下亨利 怀上他的孩子 这样对他们都有好处 其实不仅克伦威尔对自己的处境担心 安妮对自己的处境也很担心 他趁布莱恩夫人侍奉他事询问 布莱恩夫人并没有回答 而他和亨利在一起的夜晚 依旧个睡个的 这也使亨利越发坚定 要设法宣布婚姻无效 一天安妮召来玛丽告诉他 自己有位表亲巴伐利亚的菲利普公爵 打算来英国向他求爱 玛丽对他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是忠实的天主教信徒 对信仰路德教的安妮并没有好感 连带着他推荐的人也有些排斥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礼貌周到地给了婚姻 然而他见到菲利普后立马有了改观 渐渐地他被菲利普真挚的心意打动 两人在一次舞会结束 忍不住亲吻了起来 但这段感情很快就被迫结束了 玛丽故作平静地表示不用解释 他和公爵本就信仰不同 自己也不会嫁给他的 然而刚走出房间脸上的泪就出卖了他 这边亨利很快就拿到了安妮之前订婚的书面文件 以此为理由提出了婚姻无效 并宣称安妮为他的妹妹 为他每年发放四千英镑的津贴 因为他们并没有远房 安妮还可自行选择婚嫁 最后还赐给了安妮布莱彻和李士满的庄园 以及细微城堡 安妮也因祸得福 远离了宫廷争斗政治漩涡 成了亨利六任妻子中唯一善重的 而克伦威尔因为在这段婚姻里 一直阻止亨利解除婚姻 彻底丧失了亨利的信任 加上布兰登和爱德华西蒙的推波助澜 克伦威尔很快就因叛国罪被捕了 之后召开会议 主教对克伦威尔的叛国行为一一进行了罗列 称他极力怂恿村多民众叛乱 称他作为负责宗教改革的副执事 私自许可异教徒传教不道 还拿出证据证明他在平民郊区 替传道的异教徒辩解过 还说过一些过激言论 于是在群情激愤下 克伦威尔的叛国罪被坐实 他的秘书利其明哲保身 也快速跟他撇清了关系 表示自己之前站在他身边 是看到了他对国王的忠心 很快克伦威尔就以叛国罪被叛了砍头 为了羞辱他爱德华西蒙等人 将他安排在处死疯子沃尔特的断头台上受刑 不仅如此行刑的前晚 弗朗西斯还故意灌醉了刽子手 第二天刽子手晕晕沉沉的来到刑台 战斗有些站不稳 克伦威尔做完最后的忏悔 请求刽子手将自己一击毙命少受些痛苦 而刽子手九还未醒勉强能提起刀 起刀下去还没有了结他 一旁的士兵看不下去 夺过刀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 政敌被除亨利和安妮的婚约也被解除 弗朗西斯便和布兰登合议 找新的女子来取悦亨利 通过一番挑选他们挑中了凯瑟琳霍华德 诺福克公爵的侄女 也是第二任王后安妮柏林的表妹 布兰登看到他就知道 他是好兄弟亨利喜欢的类型 果不其然舞会上 亨利很快就注意到了人群中的他 第一次见面凯瑟琳热情活泼 让亨利对他倾心不已 之后亨利又是赠送珠宝 又是小木屋私会 很快他凭借着游物般的身材和相貌 就在亨利身边站稳了脚 不仅赐给他大量钱财和土地 还带他去看了根据自己的设计图建成的宫典 第三季到此结束 克伦威尔结束了他从平民一跃成为掌权大臣的一生 而亨利第三任王后真心魔鹰产后患病不幸离世 第四任王后安妮因长相平庸 被解除婚约班去西威城堡居住 而第五任王后凯瑟琳霍华德 在大臣弗朗西斯和布兰登的推动下 成功赢得亨利喜爱 至于他如何登上后卫我们下季节